今年台湾文旦佑产销陷入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在农政单位以及农民的努力之下 内外销也逐渐突破重围 玉里龙凤甲运销合作社 今天有40尺货柜的文旦佑装箱 准备启航外销新加坡 而到场的县长徐政卫表示 花连文旦佑深受新加坡华人的肯定 今年订单还加码两倍的数量 让农民破题微笑 堆锅机在仓库与大型货车之间 来来回回的将一箱又一箱的文旦佑堆 跌入这大型货柜车内 县长许正卫农粮署东区分署 以及花改厂 玉里龙凤甲运销合作社及产销班农民 欢喜迎接今年文旦佑外销出口启航 今年台湾文旦佑产销 不论是产销节气还是政治局势 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是农政单位不放弃 协助农民突破重围 让原本愁容满面的农民破题微笑 其实我也感谢我们的理事主席 今天有这个机会 是不是能够把我们 如果外销的定案呢 我们回去去转达 尽量的能够销出品 上重农委会农粮署东区分署 花联农改厂到县政府 从产销生产技术 提升加工产值到外销 出钱又出力 其中玉里龙凤甲运销合作社 在农委会推荐下连续三年 参加新加坡的美食大展 建立品牌与口碑 今年尤其更加倍下单 合作社理事主席 龚文俊表示 再怎么艰困也都要去突破与把握 如果今天不做 明天会后悔 因为你如果放弃了这个市场 那么有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农民朋友 怎么样呢 明年的这一些通路就会断掉 所以我们毅然接下了这个订单 但是这个订单接到之后 七年可用的这些合约 今年总共修改不下十次 这个中间还有一些的承诺 所以今天能够出去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高兴 这一次玉里龙凤甲运销合作社 这集产销班 总共有15到16万台 进了文担又外销新加坡 欢迎现场许正威也亲自到场 参加外销起航仪式 祝福并分享农民的外销成果 谢谢朋友的努力 因为要外销到新加坡真的不容易 而且去年的单 今年又加了一倍 所以表示新加坡的消费者是肯定的 我们希望明年会更多 玉里龙凤甲运销合作社 40尺货柜车的文担又起航外销新加坡之后 新政府农业处也统计 今年全县预计会有1900公吨的文担又准备外销 目前也都正陆续出货中外销到新加坡 香港、日本、加拿大等国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